我的作品一直用科技反思科技 在今天技术包裹我们的生成状态的时候 智能化的设备会怎么样去观看我们 或者是说未来的人工智能 它怎么样去感知我们的行为 所以我用很多的作品去回应这些话题 我也想通过这样的探索 包括跨领域的艺术跟科技的结合 来展现我们的作品 机器跟人互相注视 互相感受的一种过程 哈喽大家好 我是艺术家郑达 我自己的艺术创作领域是 焦注在艺术与科技的跨媒介艺术上面 通常来说我自己的作品在于 机器专制互动艺术跟游戏艺术相关的领域 有些作品还获得了国际跟国内的一些大奖 我自己有一个团队叫低科技艺术实验室 那么这个团队也是来自于不同学科背景的人 当然我们也会跟很多学科或者很多领域的科学家学者 或者研究人员一起来面对艺术的这个议题 互联网其实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影响都特别大 我其实是一个重度的游戏玩家 随着后面跟艺术产生关系之后去学习艺术的时候 我们也经常会想就是互联网的这种分享 或者互年的这种早期的特征 跟我们的艺术跟视觉到底有什么关联 它更多的像一种大众的美界 它形成了一个公共话语的一个平台 所以我最早的一个细腻的作品是以游戏为节制 因为我觉得游戏是一个高自反性的一个社交媒体 那么这样的媒体上面 它其实是折射了人本身的一些欲望 所以我当时做了第一阶段的素质艺术 就叫游戏计划 然后我搭建了一个大的屏幕 把人包裹起来 然后在里面去玩游戏 所以你会发现这样的作品 其实是没有年纪界限 那么这种互动性恰巧是 我觉得互联网也好 还是游戏也好 最有意思的部分 也是这种媒体艺术 我觉得跟不同的文化 包括刚才说的互联网经济 互联网的一些特征 年纪最紧密的一部分 游戏不仅仅是娱乐的 它还有社会的功能 当然就像我的作品一样 它有艺术的信息的传递 或者情感的传递 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说 这种媒体艺术 恰巧是真实跟虚拟交错的那一部分 那么我们的艺术 在这种过程中间 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这是我最感兴趣的地方 那么机器的自在之语 是一个巨大的灯光盒子 其实对于艺术家来说 灯光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它很温暖 然后它很美丽 然后它还有一定的功能性 它的灯光的变化 是根据音乐来的 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 去创作我们所理解的 机器的情感化的声音 然后再用这个声音 去驱动机器自在之语的 这个灯光效果 这个机器本身运行的一个动态的 像心电图一样的东西 会呈现出来机器它运行的一种逻辑 包括它的所谓的生命感的问题 那么当你去触摸这个砖制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就像一个吸管一样的 它会抓取你人的心跳的速率 然后瞬间把你的心跳速率 投射映射到这个灯光大盒子上面去 这是一件有公共性的 甚至有可玩性的一个艺术专制 其实每个人的心跳是完全不一样 你会发现有不一样的声音 不一样的画面 不一样的收缩感 屏幕上面会有机器的直翻的图 是一个机器的内在的一个体征 那么同样人作为自然属性的物种 你会发现它的曲线 是如此的具有弹性 对于我来说 就是我想探寻的所谓的机器的体征 在跟人交互 跟人采集的这个过程中间 已经形成了一个系统 我一直想创作的是一个新的艺术机制 就是把作品观众和艺术家 这三者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平等 让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是可以交流 可以互动的 最近的这些阶段 我一直想把用极度理性的这种工作方式 创造出诗意 用可以互动的机器专制 或者是新的材料 来传递这些情感 感谢观看